你問我國安公署成立和現在這個第三波的武漢肺炎在香港裏面又再爆發 有沒有一個direct的connotation 我就真的不懂回答你了 但是我可以和一些小的蛛絲馬跡告訴大家 特區政府就在整件事裏面基本上是沒有認真地防止武漢肺炎在香港再爆發 大家都知道譬如在的士上面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 亦都沒有明文規定一定是要求所有的乘客要戴口罩 你無厘頭的為什麼你可以限制我們上街集會 但是你又要開返迪士尼 又可以開返海洋公園 你沒有一個很科學的邏輯去抗疫 你明知道這個學期都快結束了 你都不差再結束它 或者用其他一定想到的方法出來 令到學子可以升班或者要考試等各方面的事情 總是要確放一些跨境同學來我們的北區 總是要開學校 讓很多小朋友聚合在一起 現在都知道了 北區都有很多的學校都close down 很多的交通工具的司機的組群也都中了招 你大型的這些shopping mall 或者是這些主題公園 有些確診人員曾經去過 也都很擔心社區確散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原來很多這些人士 瓜景同 機組人員 來香港經商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商務入境的人 全部都不需要做這個快速測試 更加有些在家裏面要grunt in 14 天的人 也都是監察得非常流散的 換句話說 這麼粗疏的情況之下 其實爆第三波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為什麼剛巧得這麼巧 國安公署成立去爆呢 可能是賀一賀他 怕別人圍他 又或者是這樣的 時間剛剛好 沒什麼人在國安公署賀他開張 舞台師給他都未定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你問我 剛剛李嘉誠 他又好像跟英國那邊談好了 搞個小香港的規模好像大到太古城 這個項目我了解 十年前已經有這個構思 可能當時一些環保的問題 各方面的事情 始終很多政黨 或者當地一些官員不拍板 Boris Johnson剛剛給了綠燈 這個項目就可以上馬 究竟是一個原本是李先生 原本是想在英國裏面投資的一個大型的 一個地產項目 現在剛剛得這麼巧 撞正 現在又BNO又平權 可以給香港人過去居住 如順理成章會 或一個小香港的情況出現 可能真的是一個巧合的情況 但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很 急就章已經是很長遠的一個計劃 但我有理由相信 你也知道李先生都在大陸設就知道 當然他們也知道 中國裏面發生了些甚麼 商人是最誠實的 即是用身體告訴大家 他對哪一些情況 感覺對有落味 這個投資是最安全的 李先生有一個完美的示範 告訴大家 怎樣離開中國 在其他裏面的不同的地方投資 有個巧合得這麼巧 現在又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項目又拍了板 很適合一些香港人考慮 如果不想在香港住 過去那邊落地生根 重新可以有一個小香港出現過 這個也OK的 我覺得無一口非 在今時今日香港 這麼多經濟都不行了 發光眼財就最好了 發光眼財 幫人移民 幫人去買海外的物業 開一些離岸戶口 幫一些香港人拿了錢走 這是一個很無一口非的事 香港人移民潮 這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即是移走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八九六四的時候第一次 這次是我第二次去到哪一個地方 都聽到人說 希望是離開香港去另一個新的家園 我又在這裡寄予所有的 即是有 有心去離開香港 去在另一個國家裏面 就是落地生根的人 我希望大家 即是 扔下了你中國人的身份 扔下了你的identity 或者你這個文化上面的東西 多些 擁躍些 投入別人的社區 如果你將來決定去入籍 宣誓了要效忠別人的國家的情況下 你不要回想 你記住 你是曾經效忠過五眼聯盟也好 如果五眼聯盟也好 九成是英女王 你是宣誓效忠英女王 要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國旗 盡你的公民的責任 是要盡忠的 這一個是最重要的 我就很希望各位在海外裏面 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地方 有自由空氣的地方 讓你的小孩 可以給你什麼讀書 而足夠 只要你們投入 只要你有實力 你們一定是有機會 在這些 平等博愛的國家裏面 冒出頭來的 你看看英國 反對黨 這個加拿大的反對黨 NDP的領袖是一個印度人 倫敦的市場是一個有色人種 沒有說有種族歧視的東西出來 也沒有說有任何的二等公民 人家在外國的世界裏面 不是以你的階級 和以你的財富 去定你的人的高低 最重要是人為端莊清白 不要搞搞陣 不要偷偷拐騙 不要去團居其貨 買奶粉 買其他東西 找回不知什麼地方 去謀取暴利 這些東西 就是非常之損害 別人國家的利益 千萬不要做 做真真正正 學做一個公民 這一個就是 去到海外之後 你得到別人的尊重 一個融入別人的社會 絕對沒有這個 什麼二等公民 做別國人的奴隸 什麼摘果子 香港人 你看看這次疫情裡面 香港人的醫護人員 只要你肯走 任何的先進國家 都給你移民 一定是最吃香的群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不要聽那些什麼 的人在那裡 糟糕 胡亂說 去到別的國家裡面 搞不定 留在香港 繼續這樣 大家糟糊 不敢說話 白色恐怖 這才是搞不定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